只要改變一下字的寫法 別人就一定會相信 沒有這麼簡單的 所以 這個 消費者是有一天會醒過來的 你沒有辦法用一些行銷話術 把話講得很好聽 或是一些故事行銷來騙人 可以 你可以騙得了一時 可是你騙得了一時之後呢 這個消費者他可能會吃虧上當 或受騙 下一次他就不會上同樣的當 你再要來推銷他 他就知道這個東西不可信 可是現在的資本主義狀況是怎樣 現在資本主義狀況是這樣子 這個消費者 這個生產者 他不斷開發新的產品 譬如說 衍生性金融產品 以前是這個儲蓄 中生險 中生險 大家都已經知道有問題了 他就開發一個儲蓄險 然後再編輯一下新的話術 然後你又被騙了 然後 大家知道說出現不能買之後 他又開發一個投資型保單 然後呢 又開發新的話術 你又被騙了 你要知道說 下次這個不能相信 可是你不能相信沒用啊 因爲什麼 因爲他會開發出越來越多的東西 然後每次你都被騙 問題就在這邊啦 所以我們直接教大家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跟這些人來往 按這個 衍生性金融產品 都不要碰 只要是新的產品 你都不要碰 只要買一個經過時間考驗的 譬如說塔雷伯的這個 黑天鵝語錄裡面 有一段話 他說 你只能喝那個 經過一千年以上的飲品 譬如說可口可樂有一千美嗎 沒有 這不要喝 什麼美麗果 什麼果汁 沒有 什麼東西超過一千年的飲品 有 酒 水 對 這些東西是超過一千年 這你可以喝 因爲它經過時間的考驗 那你只要看 你只能看那個 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書 對啊 因爲這個書就代表 它有經過過濾過啊 不是看一些亂七八糟的 莫名其妙的人寫的書 那都沒有經過市場的考驗 經過一百年 書還能留下來 那不簡單耶 對 什麼國富論 資本論 這些 那都是經過時間考驗的 它才是經典啊 對啊 所以反過來喔 你要買金融產品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買那個經過時間考驗的 長久以來都有的 譬如說你真的要存錢的話 你就要買定存啊 對啊 你就不是去買什麼儲蓄險啊 買什麼保單啊 不是用這種方法 因爲什麼 那個還沒有經過市場的考驗嘛 對啊 定存那麼久了都沒有消失 每個產品都說 比定存好又沒有風險 那爲什麼定存還在呢 就表示它一定有它的好處嘛 經過時間的考驗這樣 這個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讓你這個 財務受到保障嘛